在埃奥瓦州各个乡镇 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来自弗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的人群不断增加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埃奥瓦州也是一样 每次他的竞选集会都是人潮涌涌 我相信川普有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最近德美因《纪时报》和彭博新闻社 对可能参加埃奥瓦党团初选投票的选民进行民意调查 发现桑德斯和川普的支持率都在猛增 川普的支持者克拉克说他知道这是为什么 美国人有怒气 他们对政客感到愤怒 他说的话大家爱听 尽管他说的是政治不正确的话 我不相信这种怒气会消散 因此我觉得他有机会赢得选举 川普非常极端 我想对很多人来说 桑德斯也很极端 在移民和医保党问题上 桑德斯和川普游离于主流之外的立场 使他们的支持率大增 但桑德斯的支持者考金斯说 光是这一点可能还不够 我不知道桑德斯是否能拿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但我从这次竞选的一开始就希望他能以更咄咄逼人的方式去影响 希拉里·克林顿和其他民主党名列前茅的候选人 尽管桑德斯的支持率上升 民调减去 克林顿在艾奥瓦州依然是民主党领先的候选人 希拉里现在的问题很多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值得信赖 退休的教育界人士霍夫梅尔说 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 使用私人的电子邮件导致的问题可能是另一个还没有参选的人的机会 假如拜登副总统参选就有意思了 因为我认为他会直接投入选战 假如他参选 可能会名列前茅 就目前而言 川普以微弱的优势占据艾瓦 共和党选民当中的支持率第一 但克拉克认为 川普要保持领先还得注意 或许他应当别那么自我被忠心 艾奥瓦党团初选目前定于明年2月1日举行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 艾奥瓦州格林奈尔报道